当年宝鸡的它也发明了自动上显表 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图 你看跟现在图就不一样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机器 大家好 我流行力 这期我们说点万表消息 我们想说的是两个相关的品牌 一个是巴黎上美 你也看到了 另外一个是宝鸡 为什么我们把这两个品牌放在一起说 你要是知道的话 你可以在弹幕里打出来 我们先从一块表开始 如果你是巴黎上美的粉丝的话 应该知道这是约斯芬皇后手镯表 这是上美今年新推出的一款表 它特点是一款原汁原味的手镯 形状像什么 水滴 这是这一种水滴形切割 水滴形切割钻石 是约斯芬皇后特别喜欢的一种切割方式 然后仔细看它的轮廓是个水滴 你要仔细看它的表盘 里面还是一个水滴形切割钻石的轮廓 所以水滴套水滴 说到约斯芬皇后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 就是它本人是个植物学家 它有一个作品叫做玫瑰圣经 圣经就是现在我们网上用语 比如说大拳 天书 约斯芬皇后 它出的就是玫瑰圣经 说明它的玫瑰培育方面 是非常有建树 约斯芬皇后 除了它是植物学家以外 它也是首妹这个珠宝品牌的忠实的客户 这个首妹品牌的创始人 尼多先生为这个约斯芬皇后呢 创作了很多件珠宝作品 你可以想一下 其中肯定少不了植物风格的作品 因为尼多先生本身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崇拜者 也就是说它的珠宝里的自然也少不了一些植物题材的珠宝 所以这个呢 就让上美成为了以植物珠宝建成的一个皇家品牌 大家知道另外一个以动物题材算成的珠宝品牌是哪个吗 所以知道的留言或者打在弹幕里 今天这个活动是在上美在国贸商城的这个店里举行的 大家看这个装饰 它这个主题叫VGDA这一句法语 其实就是植物的意思 这个展览呢 它实际上是跟巴黎在同步进行的 也就是说巴黎呢也在搞一个同样的展览 都是植物题材的 这么讲究的活动啊 这么精美的装饰 这么漂亮的珠宝 今天呢 上美还请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你知道是谁吗 OK 上美就先说到这里啊 接着来说宝鸡 这展览上游几款表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 比如说我手里这款表 看出复杂功能的话 可以打在弹幕上 咱们秀一下 这款表呢 属于宝鸡的航海系列 估计你也看出来了 这里有一托菲轮 但是我告诉你 在这个托菲轮之上还有一个东西 叫渗星轮 渗星轮关联的是什么呢 它关联的是万年力和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 就是时间等式 这么说吧 我们现在表上显示的时间 时间是人为算出来的平均时间 真正的宇宙运行时间 比如说我们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时间呢 它不是严可言的 平均的24小时 跟那个真正的太阳时间相比呢 我们的时间有时快有时慢 这款表 它就能精确地指出真正太阳时间 你会看出来啊 它有时比我们时间快 有时比我们时间慢 神奇吧 这是一款世界时啊 真是玩表的话都知道 世界时其实有痛点的 世界时两集都有痛点 这个你们看过我们节目都知道啊 就是我们在找第二时区或者找第三时区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操作是非常烧脑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宝机提出了一个机械智能的概念 当然它叫什么 它叫一键切换 一键切换是什么意思呢 从你现在的时区切换到第二时区 切换到任意时区 包括日期切换 包括作业显示 它怎么做到的呢 我自己想要的第二时区怎么设定呢 这个很简单 就是在八点钟这个位置 拔出来 前后转动 选择任意一个你假想的第二时区 比如现在我们搁在迪拜上 这就选定了 OK 切换 就是迪拜 现在我按一下 它就跳到 就在这两时区之间切换了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这可是有200年历史的机械 械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没有动力情况下 完全靠手动操作的 械斗 对吧 就历史上很多杰出的作品啊 比如说宝鸡的很多表盘 都是用这种机器做出来的 这可不能随便动啊 但是咱们可以喜欢我的朋友 我代表你们来操作一把 这就是传说中的鸡漏 我们说的这个高级腕表 装饰工艺啊 鸡漏 鸡漏鸡漏 为什么叫鸡漏 它为什么是王子盘 不是木子盘 因为它是一个手工的器械 所以严格地讲呢 Rose Machine 玫瑰车关机 应该叫鸡漏蟹 这个鸡漏蟹 强调的是双手的配合 左手是摇轮提供重力 右手控制这个车刀的力度 稍微配合不好的话 这盘就废了啊 刚才我已经废过一个 我老觉得呢 因为地心引力的原因啊 它造成了你上圈和下圈的速度不一样 这个会不会影响鸡漏的效果呢 我觉得会 所以呢 要么要求这个大师技术很高 要么给它配一个鸡飞轮 所以看完那个鸡漏工艺啊 咱们回来看看宝机的表啊 这是今年最新款的七五九七 其实它这个各种所在功能就不说了啊 它这盘是宝机蓝盘 这个盘你仔细看的话 它用的工艺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鸡漏工艺 这么说吧 宝机的所有贵金属表盘 无一例外的全是鸡漏工艺 宝机的表就先说到这儿了 你喜欢哪块 或者你对这些 我讲的那些东西 哪些不明白的 或者不同意的 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里 跟我们交流 感谢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